世界上记住 只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其他的东西别人都能抢走 那就是你拥有的智慧 智慧之人 那是开悟之人 一个人想通想明白 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就是开悟之人 永远学习佛法念经 你就是一个解脱之人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 不要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找自己的理由 让自己活得会更痛苦 所以人要学会宽容 能够包容别人 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台长说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人才能成功 一个是要学会吃苦 还有一个要学会吃亏 人的宽容 其实是从委屈中来的 很多人受了委屈 他才懂得怎么样宽容别人 学佛人就是要让自己变得简单一点 每一天变得越来越简单 你就活得越来越快乐 你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你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就会让你现在就无挂碍 有烦恼的人会远离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不会有烦恼的 很多人在人间经常在走路的时候 要打听这条路还要走多远 我们说 珍惜你现在拥有的 这条路就能走得很远 珍惜你现在已经有的 不要去放弃 遗忘你所没有的 我们既然已经认准了学佛这条路 何必去打听他走得多远 这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 现在的人主要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因为别人怎么看我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 害怕别人的眼光 很多人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因为别人会骂我 别人会讲我 所以就变了越来越忧郁 所以不该讲的话不要讲 有一次 有一个禅修法师的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走过来找他师父 他就说师父师父 边喘气边兴奋的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禅师说等一下 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 他说你告诉我的话 你用三个筛子过滤过没有 他弟子觉得好像师父有点不开心 不解地摇了摇头 老禅师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的一件事情 你至少要用三个筛子去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不是真实啊 师父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在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你就应该用你的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如果不是真的 至少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必须是善意的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不是善意的 而不 而师父正好相反 他的弟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个禅师不厌其烦地继续说 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来筛一下 检查你要告诉我这么急的事情 是不是重要的呢 这个弟子说 并不是很重要 禅师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 又不是出自善意 更不知道他的真和假 你又何必去说呢 说了就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惑 其实学博人的话语 是否常常使人得到益处 那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有益众生 自己过滤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一生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 伤害了太多不应该伤害的人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 学会守住自己的嘴巴 不要让自己的嘴巴乱说 当一个人能够不说话 他自然就不造口业 嘴是惹祸的根啊 有多少人讲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哎呀 我刚刚蛮好 不要说的 要面子 没关系 这个事情我来 当了众人的面 要了一个面子 回到家里 我又要花这么多钱 我真是 所以要学会 我们讲错话的后悔 还不如在讲话之前 找一点思考 有一天 有一个林小姐 她在路上 见到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 居然和另一位漂亮的女朋友在一起 她火冒三丈 第二天 见到这个男友 便怒气冲冲的质问他 好啊 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这个男友急忙解释说 哦哦 你误会了 误会了 我不是这种人 你才是新的 他是旧的 话语一戳 一出女朋友吹了 有一个听众也是的 当得知他的妈妈可能是肝癌之后 还没有确定 家里人都知道母亲的胆子特别小 大家讲好 全部不要去告诉妈妈 结果就是这位妹妹 她去告诉了母亲 母亲在两周之后就走了 结果死因调查并不是肝癌 因为她妈妈是心脏病孵发被吓死的 所以人嘴巴一定不能乱讲话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不要去讲 所以这个姐这个妹妹从此在家里被别人一直全家都在骂她 她自己也是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要学会 怎么样有智慧 其实很多的人很愚痴 并不是他没有文化 而是他没有懂得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因缘 他们不知道善恶树叶所造 现世造业所感 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恶的 你就会去做恶的 以为是善的 你做了善的 你以为这是恶的 所以造新业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们很多人造了新业 还不知道是在作孽 就被别人骂了很愚痴 其实因果报应 前世后世都是一种心啊 很多父母亲被孩子气得吐血 伤心欲绝 但是一听到佛法界讲 那是你前世孩子的冤结 那是你前世的讨债鬼来了 妈妈马上想通 开心了 我不生气了 因为讨债的来了 就让他讨吧 我也用不着 气出病来 无人替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